拿来吧你 这是一场振奋人心的复出之战 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 被台上慌狂入衰韩国名将 再后更是被赛事方老板当场奖励200万奖金 因为本场比赛杨建平的表现实在是令人 大快的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视频中的男子就是韩国名将金利朔 在上一场比赛中 他将中国选手严锡波残忍的败荡的手臂 获胜后的金利朔露出了一点得意的笑容 相当的欠揍 这一幕将台下的杨建平彻底惹怒 杨建平一怒之下便冲上了擂台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韩国选手 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 并当众恶意推散 杨建平也丝毫不惧 脱续的上衣正面硬当 并主动申请和韩国选手签下了生死挑战书 继分高低也决生死 好 这场复仇大战已经开始 好 我们注意看红帮选手 红色战刀 这是中华湖 杨建平 而南方选手 白色顾茶 这是韩国选手 来自炮菜国的金利朔 这场比赛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对决 而是一场牵下了生死状的复仇大战 注意看杨建平 好 紧紧练了 接下来到了杨建平所擅长的领域 对方的体重比杨建平大了两个量级 现在临场的体重大概是在15斤以上的优势 好 小心 我们看金利朔的狗腿在往上盘 一点一点的已经盘到了杨建平的肩膀 要小心了 对方有可能会做一些头部的锁记 由于体重差了太多 杨建平在上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优势 反而现在在上位打得很被动 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似乎也并不着急 他并没有着急做一些杂鸡 或者做一些锁记的降服 而是简单的趴在对方的身上 没错 他在消磨对方的体能 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是一场长达 25分钟的硬仗 哦 注意看 汉鼓达冲 又一下 两下汉鼓达冲 我们看已经把韩国水手给摔爆了 他现在躺在地上完全不敢起 哦 刷起了无赖 这非常符合韩国人的特点 我们都说不要和日本人讲历史 不要和韩国人讲体育 不要和美国人讲公平 讲道理 战力上很明显 杨建平要更为灵活 而这个金利朔啊 就像一台缓慢推进的躺 他是一个重招手 哦 第三个效果 有效果 但是对方起身速度很快 这个金利朔在韩国的综合格斗领域 是相当的出名 可以称为综合格斗一哥 比杨建平在国内还要出名 有一次金到内围 哦 过签摔 哇 这一下我们看 哦 但下一步的地面压制没有做好 杨建平放对方起来了 由于体型上差了15斤呢 杨建平战力上有些打不动对手 但摔的话 拼尽全力还是能摔动 因为刚刚的旱地拔从 包括这个锅尖摔都足以证明 杨建平的力量是不输一手 但是拳头上不好说呀 是谁一个人人很好哦 不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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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很不容易了